哎 那个有各位屏幕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真作为你们带来的变形金刚模文每周看每周日你带来变形金刚系列的新闻资讯类节目过了个国庆假期差点忘了今天是周日老规计先来看一下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官方又推出了这么一条新皮装旧旧系列这不算新闻这个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了 和会上边看那个样式应该是照着SS86的热魄玩具造型画出来但里边的实物内容呢竟然是记忆的模具换了这么一个配色 不过这配色看起来倒是挺动画的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还是挺复古的那种画风 其实肉破这个模具也是非常的经典相当不错 我对这个倒是挺期待的准备想买一盒 红蜘蛛呢峰会上面画的应该是用围城的那个人形做出来的 但是里边的实物也是记忆的这个红蜘蛛 记忆红蜘蛛嘛插拔的零件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毕竟古早的设计嘛里边还会带那魏战天的那小枪吧 而不管怎么样把这条系列你别老这样出呀 你有本事把这记忆所有的玩具都复刻一遍 是吧也让我们这些当时没有收到的老玩家能集齐一次 也不错嘛 后边的这个有点意思啊 我一开始以为这则是假新闻啊 之前就有看到什么大无畏这样去做了一个峰会的包装 没想到这个就认识真的 后边的官图也晒出来了 冲天炮用当时围城的大火车的模具重图出来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这一次的重图呢 不管在各种画风上边啊 还有就是头雕的重新设计 以及在颜色的搭配处理上边 我觉得都还不错的 其实这个大火车的模具我当时评价也挺高的 这会儿能把这角色做出来想象一下嘛 虽然说角色的人气不高 但这个配色图的还是相当漂亮的 日版的官图这边 《红龙女王》呢 现在也是放出了日版拍照师傅的一个摄影作品 非常的好看啊 确实比美版的官图拍出来 那效果真的不是一个感觉的 小鸡射的问题依旧是腿部感觉有一些空 不过好像日版的这个配色是不是比美版图的亮了一点 漆面感觉有不一样的处理啊 多罗金刚这边也能感觉比美版的要鲜艳了一些 身上的条纹好像比美版有多刻画印刷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版拍照并没有拍出来这个条纹的质感啊 不过日版看起来还是非常鲜艳的 转轮这边毕竟都是一些老玩具了 日版这边发射的还是比较慢的 日版的官图跟美版看起来区别并不是很大 那翻回来就是说呢 当时你做SS86里边带你转轮干啥 小比利这边的核心级的救护车 哎样子也是不错的 而且感觉这个变形算是非常有乐趣 飞天虎嘛 自然就不多说了 其实你从日版的官图感觉这一套甚至不需要加什么配件包也挺好看 但美版就是总觉得傻愣傻愣的 而且大家吐槽很多的这款打击嘛 改模什么的并没有很多的诚意啊 哪怕你改一改车型 是不是啊 把后边的那个样子重做一下 哪怕变形一样我们都能接受 现在就是完全没改 就加了一个尾翼做一打片刀吧 这款真笛呢 我们也是上周看到过了 美日版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 好像小目标战士的眼睛细节涂装多了一些 那塔恩这边也是个人最期待的一款了 相当的看好啊 甚至觉得有了这个塔恩 还要MMC的那个干啥 竟然360度看的话 偷胶空洞的地方问题也不大 哇相当相当的不错了 还是个人来说啊 比较希望官方能把DJD的五款成员都做出来 哪怕后续他不能合体呢 本身人DJD也不合体嘛 而且现在呢 也是最期待看一看面具之下 塔恩那张脸能不能刻画出来 又或者这个头雕的面罩 并不能这样看官方的良心了 超越视觉的人气还是挺高的 现在塔恩出来了 其他能不能继续跟进呢 也是个问题啊 那后续的白师呢 也是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目具 确实感觉各个方面来说 是要比MP的那个出色不少啊 因为毕竟这个玩具本身的设计来说 并不难 MP有一点化繁为简了 那这一次我觉得难度刚刚好 而且狮子造型很漂亮 后边MPG雷电的新成员 继续公布各种各样的官图 那这次看到了合体的效果以后 又感觉挺来赘 其实这胳膊感觉也挺来赘的 甚至说他摘下来了一截车的长度 做成了脚边的那个配件 当然也有人说嘛 他背在后背那个背包看起来很大 其实是可以拆卸掉的 但你看看其他的地方啊 尤其这个肩板啦 还有他整体的一个变形完合体胳膊以后的那个样式 我总觉得这个雷电官方有点放弃治疗的那个意思啊 就唇摆烂了呗 反正有铁道公司那边撑着嘛 而且这个东西在日本我觉得销量应该还会不错吧 日本人的玩家们挺喜欢这种火车模型的 接着后续的产品的实物图 之前要公布的那个粉色大黄蜂变形的感觉和上次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啊 模具应该是重新设计的 并没有完全的一样照搬出来 那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粉色大黄蜂玩家也DIY出来了那个激光鸟的模式 挺好玩 插拔的金刚 新插拔金刚 这个脑袋让人想起来有点像铁皮 也有点像杯子 或许甚至更像漫画里边的油拔老板买咖蛋的那种感觉 不过插插拔的这种味道嘛 其实应该是源自戴亚克龙的那种味道吧 可以理解为廉价版戴亚克龙 而后续的小比利的修罗王打合体啊 这两款成本可以组成身体的部分 玩家们也是看到了这个变形结构 想象到这一套将来的结构可以用于怪模 而且肯定会重突怪模 这也是没跑的啊 官方设计一个墓碑 肯定是属于那种出一步想两步 然后看第三步的那个样式 所以怪模肯定会有了 那这一套合体的恐龙呢 应该人气也挺高的吧 看一看后续的几个成本出来以后的素质如何 官方合作项的联名小人 这回也是放出来这种SV造型啊 后续公布的四款成员 哇 看起来洒乎乎呆呆的嘛 展会上边拍回来的史物照片 后续又要做新的天文勇士 其实这个应该不算百变熊士啊 看萨尔摩的那个头雕是挺年轻的 而不是那个脸谱画的脸 天文勇士这两个星红剧又要出新作品 但是毕竟人气很低嘛 合作这边 三菱的MDLX系列的飞过山 关头继续放出来了一组新的照片 可以看到在大红风的结构基础之上修改了部分的地方 感觉这个头雕做的还是非常帅的嘛 而且在身上的一些细节涂装刻画的处理 做的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三菱的涂装一直可以信赖 但是据传说这一套的关节处理 也是用了大量的球关 这一点是让人很不爽的啊 希望这个东西看后来能不能改吧 毕竟那么小的比例嘛 雕像这边 Primeones66后续的微阵天一代造型的一个雕像 为什么给了这么多爵士细节的处理 这个拍摄的是不是魔鬼啊 当然嘛 地台上面有爵士战死的那个名场景刻画了 老V站在这个大大的地台上边 也是当时在楼顶上面的一个剧照的表现吧 其实各个细节方面看起来吧 不管说是涂装了 还是在写下雕琢的细节刻画上边 自然雕像已经做到了那么大的规模 那这处理起来当然是相当对味的了 与其说这个拍照师傅拍出来的像是电影剧照 不得不说这一套做的是真的不错的 第三方这边 FH的飞机继续公布 黑云天上这一回也是公布了他们后续的这个支架 双棍子的支架可以让飞机呈现出一种拐弯 特飞的一个样式 其实这个支架本身来说还是挺好玩的 而且它的那个支架撑的拖呢 也是两个C型的咬和扣子 支撑起来看似相当的稳定吧 同时这个支架也可以给他们的导弹鹰商客 或者叫快枪手吧 给它同样的使用啊 感觉倒是出货呀 后边的叉射 这一款通天削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吧 我个人来说也是对这个东西挺期待的 因为毕竟怎么说 当时MP22 昨天直播里边我还说了 等于是连景和小玲 在就等于接受MP的这个过程中吧 出现了一点点的分歧啊 连景对于2.0来说 当时在乎的是一个整体的比例效果 不论车型和人性 它都要有一个差不多大概的搭配比例 所以连景在那个时代做出来的通天晓呢 当时的一个叠照图 连景有想做马甲通天晓 那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宽度的问题 所以应该是因为比例的关系 舍弃下来做了马甲通 而小玲接手之后呢 在22重新的设计一遍 它非要做成一体通天晓 一体通天晓当然大家也很期待嘛 但是在比例上面 这个就很难把控了 所以呢 车型保证了和10的车头 包括车厢的长宽 一体的那种统一风格情况之下 就导致了人形会显得矮胖矮胖的 真的我也是自己被安利了很久 被各种网络上的文章洗脑了很久 才勉强接受了22的那个美型风格 但实时积极印象当中的通天晓 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啊 矮胖矮胖的 这一回插射能把通天晓的这个体型做好了 确实也是相当的带感了 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通天晓 同时插射这一次最大的优势就是背包的处理 后背的造型和当时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 也是相似度极高 屁股后边也没有那个巨大的屁帘子 整体来说干干净净 但变形我看了一下老马那个视频啊 确实也是挺复杂的了 想要把这个东西密度压缩下来 需要分各种的件 拆很多的片 整个的车头压缩完到了胸口里边以后 这个密度压缩的挺厉害的 但是使用的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高级的设计理论 只是说 密度压缩 仅此而已 但呈现出来的两个形态的效果 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目前看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说的 这胳膊有点太长了 长也是因为小臂过长 导致了臂长过膝的时候 就感觉人体的比例有一点点失衡 可能最终还是考虑到了一个车型的比例问题 或者说是车顶上那一块的长度问题 无法再实现压缩了吧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看一看最终这款通天晓的表现素质究竟如何 究竟能不能洗牌MP22呢 NA本周公布了镜像天货的一个重途方案 黑天货整体来说的这个神秘的黑漆的漂亮的程度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了 头雕有从心的更换 而且武器方面也更像是玩具配色的那把枪 其实就是当时VFES的那个了 那后续的铁工厂呢 也是继续公布出来他们的武士系列 这个是应该算铁皮还是算感知器啊 看不太出来啊 头条看是挺年轻的 不过整体的一个风格吧 或者说这个圆块设定啊 应该是源自于真田幸村的一种感觉了 十文字枪 包括那身红色的小龙虾漆甲 后续的RF的飞天虎 继续公布出来第二款小车的成员 第一款吧 其实做的我觉得还是有点落伍的设计 希望在第二款上面有所进步吧 吴医生方面 本周看到了后续电影小转轮的一个实物照片 哇 这个吴医生和机械师联名推出的这一套小的玩具 实物做出来竟然比那个建模图还要精彩不少啊 毕竟是一个特别迷你的极小尺寸 但两个形态下处理完的效果真的是相当不错了 人形也很还原 看一看能不能和其他的电影玩具进行一个比例搭配呢 原创玩具方面 52Toys的狗狗队后续也是公布出来了一组新的官图 变成匣子还可以合体呢 这一套看起来也是相当有趣的 虽然现在只有一个细细的腊肠狗啊 这种应该算是猎犬吧 后续还有其他的狗型啊 看搭配起来的效果如何 这狗真的挺帅的 KO方面 金宝的大力神现在也是公布出来了一套新的配件包 来跟之前出的那一套进行一个互动啊 来搭配出来以后让美形图更加有了一个提升 说白了也是基提当时的原始设定嘛 那么得 本周的摩安美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甚至只是个人收集整理顺带吐槽一下 欢迎大家下周日同一时间一起锁定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真子 我们下周日再见 大家拜拜